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Roblast Geo Break 今集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Geo Break 賽貴10會更新 因為上一集我就會說一下 賽貴10有機會是推出什麼 但今集就是正式推特阿斯莫他們 推出了一些相片 關於賽貴10的一些產品 或者一些獎品 皮膚之類的不同的東西 在這段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就馬上去說一下 接下來會有什麼更新 首先賽貴9就正式結束了 這裡就寫Fans for playing 下一個Season coming soon 我現在是頭0.009% 我就可以領取到頭5%的獎品 好了 大家來到Twitter 你會發現Blessimo他們出了一些不同的等級獎品 等級2 我這個等級2是一定比賽貴久了個漂亮的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尾翼好像一對翼 好像一對很帥的擺設翼 等級3就是一個地毯 這個地毯沒有什麼特別的 應該是放在公寓的位置 這個等級4就是一個時鐘的車輪 我覺得是比較噁心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動的時候 就會有時針或秒針都會動呢 不知道 等級5就是一個火箭筒的Skin 除了火箭筒應該可以連其他槍都可以配置這個Skin 這個Skin就要給Robux才可以擁有 去到第六 Lv6 你會發現 它是一張 椅子來的 黃椅子 上面還有一些尖刺 你看看 很漂亮 非常之好 這張椅子 應該可以坐下去 下一個就是Lv7的尾翼 這個尾翼應該是噴錢 好像 菜季2Lv9的尾翼 一樣是有些東西噴出來 菜季2Lv9的尾翼 就是一個火箭 那些火就動一下動一下 非常之漂亮 不知道今次的錢是否會飄一下飄一下 再看下去 那Lv8就是一個白色的Skin 它白色的Skin 覺得它的質地 有些車的花紋 有點像菜季白了的 Lv8的花紋 不過它這次是白色版 中間有些泥黃色的顏色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Skin 是非常之好 我覺得 都蠻漂亮的 免費來說 那我也建議大家去做一做 有沒有乾乾它 拿一拿這個Skin 那去到Lv9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中間有一顆鑽石的一個尾翼 我覺得這個尾翼是不錯的 十分滿分我會給 六七八分 我覺得這個尾翼是挺漂亮的 但都沒有了賽季1 Lv9的尾翼 很漂亮的 做一個空心的尾翼 我覺得是十分之漂亮 十分之有型的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了賽季1 Lv9的尾翼很漂亮的 那去到這個 最主打的一個獎品 那就是這架的尾翼 那這架尾翼 那這架尾翼 就非常非常之型 那這架尾翼 我想的速度應該 有可能跟Burley 或者Torpedo 差不多 那聲音的聲音 我又不肯定 是甚麼聲音 但是我覺得這架尾翼 應該感覺上 比我快 比賽季快 錄了一架尾翼 所以我很期待 這個賽季10的更新 那我再說到最後一個 頭2%的獎品 頭2%的獎品 就是這個 類似中國國旗 那些垃圾 很噁心的獎品 頭2% 我覺得這個獎品 是有點噁心的 是很醜的 這架尾翼 不會用這架尾翼 絕對絕對不會用這架尾翼 那接著來 就會說一下最新的資訊 那這個最新的資訊 那就是Joybreak Trading Hub 那這個Joybreak Trading Hub 這個Joybreak Trading Hub 那個位置就會 大約是在這個 沙灘這一邊 又是新城市這一邊 這樣的地方 去新增 一個Trading Hub 那大家來到Twitter 你會發現 Azimo他們今天 又新增了一些不同的資訊 那這個資訊 就是剛剛我想說了一個 在這個新城市這一邊 沙灘這一邊 新增一個 類似一些小屋子 這樣的東西 去作為一個Trading Hub 那這個Trading Hub 那這個Trading Hub 就有可能你走到船附近 那你就可以TP過去 即是傳順過去 即是傳順過去 做一個新的Island 因為你不可能去到那麼遠 你搭什麼過去 搭船都不可能搭那麼久 那我覺得這個新的Trading Hub 是不錯的 這個更新是做得 那好啦那今天呢 就先說到那麼多更新 那如果遲些再有更新 有些新的資訊 就會再發放給大家 那今天就先拍到那麼多 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那下段片 又可能是說了一些 不同的資訊 或者因為 集集都可能收集到一些不同的資訊 那好啦那今集就先拍到那麼多 我喜歡我的影片 不妨給我按LIKE 點YOU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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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BS